收尾 Ok 那天讲了这个 Golf GTI 啦 今天我们就来讲 BMW F 30 同样的我们又来到了这个 M Power 我们有邀请到这个 Lukas 来帮我们解答这个 F 30 三 Series 方面的保养的费用 还有保养的问题啦 so Lukas 同样的我先问你这个在换黑油这些方面啊 所以这个 F30 3 Series 它们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这个 F30 它是有 前期版和后期版是用不一样的 Engine 所以以比较 general 的例子就是 320,328 可能 maybe 330 它们的这个保养方面的价钱大概是在多少钱 这两辆 N20 跟 B48 Engine 呢 它们的保养其实相差都是一样的 大概的价钱只是算既有来讲 我们大概也是在一个 500 块左右吧 500 块左右 是多少 Liter 的 是500 块 用什么 Grade 的黑油呢 也是一样我们的招牌 Mobile 1 是一个 50 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 Spark Plug 还有这些 其他的好像还有就是 牙油方面是多久换一次 牙油也是一样 30 千左右换一次 价钱大概也是在一个 800-900 左右 多少 Liter 是5个 Liter 的 也是5 Liter 啦 对 那 Spark Plug 呢 Spark Plug 呢 Spark Plug 来讲 大概也是在一个 80-100 千 我们必须更换 价钱来讲大概也是一个 400 块一套 400 块一套 400 块一套 OK 这样其实和那天我们讲的那天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上下啦 OK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宝马呢都是跑后轮的啦 所以它会有一个 Axel 有一个 Axel 有一个 Axel 油 也是要更换的 这个油呢大概我们也是 类似在一个 30-40 千左右 必须更换 价钱大概会在一个 200-300 多左右吧 200-300 多左右 OK 好 所以接下来就讲一些 Ware and Tear 的东西啦 那先问这个 Brakepad 啦 Brakepad 的话 这个 F30 的话啦 320 328 还有 330 它们有什么差别的吗 其实也是没有差别 都是同一款的 Caliper 来的 OK 那 价钱方面是在什么 大钱 算前后来讲大概是在一个 800-900 块左右吧 原装的 前后啦 前套啦 不会贵我 不会贵 那这个是原装价钱 有没有别的选择 有啊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们来讲一些是 OEM 的便宜一点的 大概也是在一个 45 块左右吧 OK 那有没有 Performance 的呢 Performance 也是一样 Anus Pro-P 大概也是在一个 1000 多赛总的吧 1000 多块是前后 不是 单单只是前面 OK 这样 OK 这样刚才你讲的 OEM 还有全新的是前后 把这个 Performance 的话 就是 1000 多块是 1000 多 是 1000 多罢了 只是当然前面而已 那 Lukas 这个 F30 它的这个刹车盘 大概是什么价钱 在这个 BMW F 刹车盘 就是单单前面 大概是在一个 差不多 700 左右吧 700-800 左右吧 700-800 左右 前面一堆 那后面的呢 后面大概也是在一个 600 左右吧 600 左右 这个是原装吗 对原装的 那就是 基本上 320 320 328 330 都是这样的价钱的 对 还有其他什么 MORE ANTAIR的就是 一样啦 都是那种 BRAKE P Air Filter Aircon Filter 之类的 其实都是和其他车 大部分的车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车 那你该讲的这个皮带是什么皮带 因为这类 Engine 不是跑 Timing 的 是不是 这类 Engine 是跑 Timing 圈的 OK 全部啦 就包括它前期后期 然后 320 330 3 都是一样的 OK 都是跑 Timing 所以你该讲的这个皮带是 这个皮带是 Fan Belt 大概是在一个百多块左右 百多块左右 Air Filter 原装的也是在一个百多块左右 Aircon Filter 也是一样也是在百多块左右的 OK Air Filter 百多块左右 OK 至于这个轮胎方面 其实刚才Lucas 有告诉我 这个320 328 还有330 都是用18寸的RIP 所以都是一个18寸的轮胎啦 那轮胎价格方面呢 18寸其实 就像我们那一家的 Golf GTI 方面 就是 好的 都是要七八百条 以上 或以上 那 Normal Range 的话 都是要五六百这样 这方面是跑不掉的 这样其实这个 F33 Series 它的保养方面 普通保养方面 其实都和 那一我们讲的 Golf GTI 是差不多 对 都是差不多而已 包括那些 Filter 其实也是 百多百多两百这样 都还算是 蛮容易养的一台车啦 OK 那接下来 我就要问了啦 因为 这个F30都算是有一定的年龄啦 所以如果 Let's say 我入手一辆 二手的这个F30的话 我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基本上 如果我们再说 那一张来讲的话 多注意一下就是 它的 我们说来说 引擎来讲 就是 基本上也没有漏油 有没有漏水 然后呢就是 它的 引擎的声音 会不会很响 很响 就是 它的问题大多数 是在那个timing chain的问题 OK 然后 牙箱来方面来讲 牙箱是很perfect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 这个 ZF的这个 8-speed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为什么需要烦恼的啦 没有什么需要需要 耐用度方面是OK的啦 那你刚才讲 low 有漏水之前吗 像我要问一个 很typical 很经典的 BMW 问题 这 这辆车会不会吃黑油 这辆车不会吃黑油 不会吃黑油 引擎是不会吃黑油 好像大家都听到 宝马时常会坏在路边之类的 它会难养吗 其实宝马来讲 是一个很好养的一台车来的 是啊 是很好养的一台车 所以你刚才讲的 这些 low 有漏水 是因为 年龄的关系 车龄的关系吗 基本上是马来西亚的天气 因为塑胶的东西 还有plastic的东西 都是它的耐热度 都有限 所以 它也是基本上 也是会坏掉的东西 所以现在是跑不掉 基本上也是要换掉 那我就可以直接问你 Lucas 这方面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 这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它们的一个价钱之类的 通常我们来说 low油来讲 通常low油的地方 都是会在 那个off cover gasket 然后它的oilsum gasket 还有一个oil filter housing gasket 这三样会紧张 会比较多漏油的 OK 所以 加钱大概是在 换到来的话 三样大概 加钱 换到来的话 是在一个千多左右而已 OK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引擎方面 就是这些 都是这些小业 如果你说 漏水来说 漏水就是 都是water pump 而已 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些 比较那种 猴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这个water pump 也是会 有这个 就是坏的问题 还是 还是是因为它的这个年龄的关系 它是随着年龄的关系 年龄的关系 比起 Volkswagen 的话 它是比较耐的吗 它还是一样 比 Volkswagen 还要耐 OK 那我明白了 所以这个water pump 大概多少钱 我这个water pump 大概是在一个千三左右吧 千三左右 OK 那这个F30 如果我今天是买一辆 称力比较高的 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可能Arm 还是absorber之类的 我们先讲Arm 那些 需要更换吗 还是 Arm 基本上我们有 只是Katana 换Bush 而已 但是Bush 加钱 大概也是不会很贵 大概也是在一个百多块左右而已 百多块是 一对一粒 一粒 OK 那如果是4F30 是有多少粒 4F30 大概我们算 一个Arm 里面 通常都有一粒 总共有四支 所以是四粒 前面有四支 前面有四支 的意思是 就是左两支 右两支 左两支 OK 这边就有四粒了 那后面呢 后面就很多粒 因为它是 跑那种Multi 后面是很少 很少会坏的 OK 那通常需要换的是前面的 对 OK 那讲完这些Ambush Bush 的车脚方面 Absorber 我相信是比较容易坏的一个东西 因为通常你车 有一定的年龄 过后应该也是差不多 那这个F30的Absorber 什么价钱 F30的加钱大概是在一个 呃 千处一点 千处是整套吗 不是 只是站在前面而已 一支 还是一堆一堆 一堆 一堆千处 OK前面的啦 那后面的咧 后面大概也是差不多 这样的掌线 OK 有没有别的选择 有啊有别的选择啊 类似的 我们也是建议拿Fristine 大概是这个也是3千左右 Bushine是升级 算是升级咯 对 3千多啦 那如果 类似的我要经济一点的有吗 经济一点 OEM吗还是什么之类 有吗 但是OEM的掌线 跟原装拿加钱大概也是 它差别不远 哦差不远啊 所以 直接选原装更好 对 选原装比较好 OK 还有一个就是 茅定方面 基本上也是一样啦 其实跟高品是一样 如果你是在前车组 是没有换过的 嗯 也是有那个机率 可能是需要更换了啦 对 所以多少千 它价钱大概 其实跟 我选一个也是 在一个1千 千3千5之间吧 大概千3到千5 这个是一整套 包装吗 它也是包装 也是很便宜哦 OK 我印象中 日系品牌也是差不多 罢了吧 都差不多而已 OK 这方面 原来德系车骑士 也不会很难讲 OK 那讲完需要注意的地方啦 这辆车有什么通病吗 OK 通病来讲 这辆车 露油露水就不说了 嗯 OK 我们来讲一些比较common的 就是它的 车脚声音 嗯 基本上都是一个 steering rack的问题 steering rack 对 OK 那这个steering rack换到来 是要换是不是 换整个steering rack OK 如果我们是所谓小 那种小弄 就是 基本上一些比较小的声音 我们还有一个repair kit 可以更换 大概是在一个3-5百左右吧 3-5百 这个是for repair啦 一个repair kit OK 是什么情况之下 是可以使用这个repair kit 就是 就是你稍微过一种 不平的路 可以听到一种 比较散的声音 嗯 就可以用这个repair kit 那如果 严重一点的话 严重来的话 就是如果是假摩托坏掉 嗯 就这个repair kit 就帮不到你了 OK 然后你就 换换一个 另外一支 就是换一个 换一个steering 对 价钱大概在多少 我们来说二手的钱吧 嗯 二手的大概是在一个2千 3千左右吧 3千左右 OK 那新的呢 新的话在一个13-15千左右 13-15千 OK 原装 这个东西有OEM还是什么之类的 没有OEM 就是原装的啦 对 那这个东西 出问题的几率高不高 呃 如果你讲声音的几率是很高的 嗯 那个就是那个repair的那个 对 声音的几率是很高的 OK 如果你讲摩托的问题呢 是有机会 但是它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那基本上我是可以讲 它是 会出这个声音 它会有这个声音 可是它并不会 质疑到坏啦 啊不质疑 是可以这样你说吗 所以通常都是需要repair 对 需要repair OK 哇所以Lukas 你讲完 该这些通病就是这样子吧 嗯 大致上都是这样子而已 真的这样好痒 这个BMW T3 Series 它的宝马 现在的宝马 比以前的宝马好痒很多啦 OK so even那些 Engine 方面 也是不会有什么卡叫啦 好像可能 Person Crack 什么之类的 都没有 如果是有稍微有一点改装的话 就可能你就会担心了 如果你是没有动作 所以那些改装 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讲我只要保持原装的话 嗯 基本上是不会给你什么头痛的啦 对 那330呢 330 会有什么问题吗 For 330 来讲 基本上这个引擎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你 就算我改装也没有你 没有问题 哇 我很想换宝马 OK 还有一样东西要注意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的天气都经常会下雨 而马来西亚的路都经常会有寄水啦 嗯 我建议如果是驾这一款宝马的车呢 就尽量不要过这个水滩 不要去过那个寄水 那寄水的地方 尽量就不要过 为什么呢 因为很容易它会把那个外面的雨水系进引擎 哦 OK 它这一款的design呢 就是有一点点小的小瑕疵啦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的 所以就讲你如果过寄水的话 是很有可能会炸引擎 嗯 是这样子讲吗 如果真的前面真的是有寄水的话怎么办 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方法 避免就是让水退了你才过吧 不然你就绕路了 真的真的 真的我连那种慢速这样子慢慢这样子过都不可以 呃建议还是不要 太高就最好最好不一样 那种是那个稍微比较低的还可以 不然如果是那种普通的寄水 可能就只是一点点像浅浅这样的话 浅浅是没关系的 浅浅是没关系的 只是讲比较深的话 比较深一点的 OK 基本上就讲如果是有震水的话 就尽量不要过啦 是这样讲吗 嗯 哦 学到了 比如说 Lucas 你刚才讲到这个锅去装水啦 假如真的是不小心去装到的话 它真的是直接马上炸 engine吗 还是 基本上如果严重的话 就是整个引擎它就会停掉 它就不让你再启动了 如果不严重的话来讲 不是讲不严重 如果就是 可能比较轻微一点啦 轻微一点的话 你就会遇到Misfire啦 但是基本上还是要overhaul的啦 OK 如果是再轻微的话 可能只是有一点小技水在那个 风吼里面 不然它就是那种Spark Park Park 就有问题了 OK 那如果是 不要讲Spark Park 那现在就只是换Spark Park 如果你该讲的Misfiring 还有这个overhaul的话 费用大概是这样 这个费用里面大概会在一个10千左右 10千是overhaul嘛 对overhaul是这样的 OK 哇 我们是所谓budget一点啦 都会在1万以内 budget一点的意思是 就是 都是那种普通的东西 如果就是因为炸掉的可能性 你炸你弄坏的东西 可能 就是要看你的东西坏什么 如果你坏的东西多 那可能费用就会高一点 但是就算基本上去到最高 它都会在一个12-13左右吧 OK 那就是讲 maximum 到来是1万2-1万3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价钱 对 看来这个VMW F30 好像还真的是蛮容易养一下的 蛮好养一下的 而且刚才Lucas其实有跟我讲 这个F30喔 它养起来啦 是蛮省心 因为它很多那个spare part 那些都可以使用这个OEM的 是吗 就不需要使用到原装了 它也不会给你什么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呢 跟一些OC品牌啦 包括我的OC品牌啦 比起来它的这个费用方面 可能你就可以比较省一点 所以这一点我还蛮surprise的啦 所以Lucas 同样的我也要嘴巴仰问你一下啦 这个F30它的这个改装潜能高不高 然后有什么可以改 然后费用方面又是怎样 你可以大概和大家讲一下吗 我们的F30来说呢 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小改的话 就是一个风格 Drop-in 大概在一个400多块 还有一个Open Port 它是加了HU Byping 全部大概是在1,800左右 1,800左右啦 这个是Full Set的这个Open Port 对 那还有什么吗 再继续升级的话 好像可能Remap 之类的 如果Remap 来讲呢 外面呢都有它们的品牌 各种各种的品牌 而我们的品牌呢是用的JP4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可能这个东西呢 就something它就好像很类 我们就所谓叫外挂 Piggyback 它就something好像 就是这个盒子 就是它的一个电板啦 对 有点像Race Chip这样的东西是不是 对 它其实跟Race Chip是大同小异的 OK so 这个有什么好处 它好处就是在它能跟电板沟通 嗯哼 它能跟电板沟通 而你可以选在里面 可以选择你需要的Map 嗯哼 所以是怎样可以放不同的Map 还是什么 它是里面已经是有Map 它里面是已经有Map 只是你只是一自信买了这个 你可以在里面玩很多PC 玩的东西 so如果我加了这个东西的话 加了这个JP4的话 我需要强化引擎的内障 还是什么 还是不需要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只是它都可以handle得到 都可以handle得到 嗯哼 而且它是有 它本身自己有做过很多experiment 它可以确保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嗯 所以你是推荐如果是买F30的话 是Go for 外挂 你可以选择去Go for 外挂的 没问题 嗯 OK好 那还有什么升级吗 好像可能加大水箱啊 这些之类的 加大来讲我们可以讲是intercooler 嗯嗯 就是也是用magnet的intercooler 大概也是在一个4千多块 这样其实它的升级 这些 parts的价钱 其实都和那天我们讲的 Cocky也差不多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价钱 哦 OK 讲到升级这一个部分啊 所以你会比较推荐哪一个车型呢 320 328 还是330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是做改装车型 在328以上会比较好 就是328和330 有没有什么原因吗 还是 是 因为320 跟328 同样都是一个 引擎 可是320 呢 它的Piston 呢 就是普通版本的 嗯 而320 呢 它是已经是改车版本的 比较强一点啦 它已经算是强化了的 OK 它是一个 upgrade parts 来的 OK 所以如果我真的是 买了一辆320 去做这些动力升级的话 会有问题吗 基本上只是担心会怕引擎 会 它的 叫什么 答案不到 OK 会出现一些问题啦 有这个机率啦 可是328和330就 我可以用完全没有来西风吗 不能讲完全啦 可是还是有那个机率 可是就是低很多 对它是低很多 OK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想要买F30 然后你们有打算要去做升级的话呢 OK Lukas就已经建议了啦 就直接是去选328或者330 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今天的这个 这个 BMW F30的保养费用 还有它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还蛮简单的 我都自己有点 吓到有点 surprise 啦 同样的我们也是要谢谢 Lukas 这一回就 帮我们做这些解说啦 还有包括就是 介绍这些 升级部件这些 那 你们还有想要看什么 车款的保养费用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不要忘记你看 Lukas 我叫你们Subscribe啦 还有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Bye Bye